最近美国空军机动司令部表示 为了满足未来战争需求 美国需要一款新型运输机 然后他们拿出了自己的APP 根据美国空军提出的要求 新型运输机需要满足以下这些条件 首先具备高危环境运输能力 以依赖军用机场跑道就能起降 可以无人驾驶 具备一定的垂直起降能力 可以搭载在重型运输机或者是航空上 运载量就需要太大 我思考一下有没有有可能 这种可能 美国人说的是中国的双尾歇无人运输机 中国的双尾歇无人运输机 虽然说不具备垂直起降能力 但作为一款大型长航式的无人运输机 这款装备具备在高危环境中运输的能力 不依赖军用机场跑道就能起降 之前我国曾经报道过 高原部队就是用这款无人机前往前线紧急运输 坦克维修零件的 在运输方面 这款无人机可以载重1.5吨 具备内部货舱 可挂载导弹 精确制导炸弹 电子战 吊舱等多种弹药和带荷 虽说没有办法像重型有人运输机那样 拥有巨大的运输 但是在战术运输 短途运输等任务中 这款无人机 还是有着比较高的使用品次的 只能说美国人这几年治安战都快打傻了 这都2023年了 中国新装备都更新了 美国人才刚想起来滑PTT 尽量的 点佐 打架 打架 打架